Hello 大家好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一个芝加哥非常有名的披萨店 UNO UNO是意大利语一的意思 所以这家店其实是深盘披萨的起源地 现在也已经成为芝加哥一个很著名的地标 今天我就自己在家做了一个深盘披萨 我用的是中筋面粉 玉米粉 还有黄油 橄榄油和葡萄籽油 将材料依次加入面包机中 液体在下面 固体在上面 撒酵一个小时以后举出 哇 好柔软的面团 把它们在手里揉来揉去 揉来揉去 揉够了以后呢 就在烤盘上撒一些橄榄油 然后把面团铺在烤盘上 静置15分钟 期间可以等烤箱预热 UNO的披萨上面有一层肉饼 于是我就买了猪肉和牛肉混在一起 加上一些调料拌匀 不过后来我看了一下人家的菜单 发现上面写的是香肠 但是应该也差不多啦 我没有买番茄酱 于是我就把番茄打碎以后过滤掉水分 插播一个昨天晚上做的面团 用的是Amanda的配方 就是把水 面粉 还有盐 酵母 放在一起混匀后 盖上保鲜膜 室温放置大概12个小时 就可以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啦 其实我本来打算用这个面团 来做我的深盘披萨的饼皮 后来我想我应该要专业一点 于是我就又临时换了配方 然后这个我们就做成 很普通很随意的披萨就可以啦 正好可以把多余的材料用完 深盘披萨的饼皮在烤箱中烤制 金黄到棕色后取出 然后依次加入起司 肉饼 蔬菜等各种材料 另外两个披萨就把剩下的材料一次加进去 然后一起放进烤箱烘烤 取出后刷上蒜油 然后放上中文叫做芝麻菜的叶子 这个叶子的味道非常独特 估计跟香菜一样 有人爱有人恨 还有我的深盘披萨也烤好啦 披萨烘烤后有水分溢出 我觉得应该是肉馅的原因 不过味道很好吃 因为是第一次做 我给自己60分算几格吧 谢谢观看 希望你们会喜欢 晚安 感谢观看